主席王委員,各位委員,大家好 MU長辛苦,謝謝 我想,其實MU長您也是立法院的老前輩 所以對立法院的一景一幕 或者任何一個事務,您都是相當的熟練 那麼再加上您其實在這幾年提升是第七屆補選 那麼這樣一個偌大的一個院區 真的要經營管理真的有它的困難 但是本期看到MU長你帶領立法院同仁 真的是努力有方 那麼所以今天您雖然是來出席這個預算的審查會議 但是本期也聽到院裡面的各個同仁 對立法院的各項事務多所建言 所以與其您感覺說是來被審查預算 倒不如說覺得說 怎麼樣在這個預算的效率度的情況下 大家給你很多的建議 讓這個院區的經營管理能更有效 那我也本期也希望說 待會兒既然是那麼那麼艱困的經營 都能夠把整個立法院的管理 在制度化那麼做得好 那本期也希望多多來支持 我們立法院有效率的預算進行 謝謝文偉 那麼雖然是這樣子的一個勉勵的這樣的言語 本期也要回憶一下 本期參與立法院是99年 那麼第七屆的補選 那麼本期一進到立法院來 真的感受到這個立法院跟別的國家 因為本期在美國華盛頓DC念書 那麼他的這個整個senate 他的這個capital hill 他的這個國會山莊 那儼然是更一個雄偉 龐大的一整體的一個建築群 那麼也就是說 國會議員在這樣子的一個質詢的環境裡面 加上他的這個整個周邊 所謂的library of congress 國會圖書館的建制 我想Miu長已經去了好多次了 那麼完全的來支援 身為一個國會議員專業上面的需求 那麼不管是眾議院參議院 那麼也就是說 在整個國會山莊的圖書館 它在地下道它是一個通道 它用這個鐵路在做書本的運輸 也就是說你的需求都要遞單了以後 它由國會圖書館 透過地下的這種鐵道運輸 來運送到各個助理辦公 各個委員辦公室的助理手上 那麼當然 中華民國立法院 它的建築有它的歷史淵源 如果本席所聽聞的這樣的一個訊息 沒錯的話 它事實上是一個校園 校園改制 校園改制 那麼事實上能夠把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麻雀衰小五臟俱全的這樣一個立法院 把它做好這樣的一個建構跟制度化 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本席在這裡 也要向這個MU長提出 本席自己的不是漸言而已 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是本席的困擾 剛剛都講好的 總是要把這個需要反應的 這一個錄音檔 是本席經過好幾次 在眾所立法院的各項的設施的滿意度之餘 對這一項本席相當不以為然 不過這並不是立法院的同仁的過失 很明顯是電訊公司 就是中華電信 那麼可能同仁也都知道 因為我也向總共處反應過好幾次了 那麼本席的辦公室 那我單純就講我 那別的同仁可能他也反應過了 那麼常常在接到本席的電話的同時 那麼講到一半 這個聲音就出現了 這個雜音 這個是我切切實實從我的 我的電話通訊當中的雜音 好 那麼這個雜音還不是只有一次 那麼這個雜音 本席從99年擔任立委 那選舉期間 如果是我的大哥大 或許在各種的這個檢警調 他認為說選舉期間 有需要有各種的這個資訊的收集 那麼本席也不以為意 那本席本來就是一個正正當當的國民 但是呢 這個很明顯這個雜音 不是選舉期間 更不是本席的大哥大 本席的助理說 當他跟外界別的這個 別的電話通訊的時候 也是有一樣雜音 因此本席也請過中華電信 來探勘過到底是什麼原因 但是啊 時過也半年了 這件事情沒有辦法解決 那麼中華電信當然他也說了 他說立法院的通訊系統 比較複雜 那本席當然也認定是這樣子 但是剛剛從整個立法院的效能 一直加上整個所謂的這個 全世界的這樣 為了國會議員的專業的質詢 乃至於通訊的方便 那麼本席啊 真的要請民主長啊 是不是在責成總務處 來對這件事情解決 我想我會請總務處 請相關單位來 那個資安單位看能不能來 幫我們來測一下 首先要我本席還是要肯定 總務處事實上都有派人來 有派人來跟中華電信 跟本席辦公室來做 做這樣的一個探討 到底什麼原因 那麼我想這比起立法院的尊嚴 立法院的這個整體 對外的這種溝通機制 這算是比較小的問題 那麼本席還是回到 在華府 這個美國的這個國會山莊 事實上大華府地區 我相信是全國啦 因為我在那裡是就學嘛 它有一個頻道叫做C-SPAN 事實上它就是一個 Congressional的一個channel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 國會的頻道 那我想今天 早上也有很多委員同仁 也關心到 那麼立法院整體而言 它在各個 包括法語節目 西班牙語節目等等 都讓我們能夠收集到 各方面的資訊 那麼當然 專屬國會的頻道啊 是到底要由CNN 對不起喔 這個NCC啦 因為我講到美國想要CNN 由NCC來去統籌 還是由國會自己來辦理 那麼本席在這裡相當支持 如果百姓他認為說 國會議員在國會論證 可能多少有一些 比較讓人不盡理解 或者甚至於感覺到疑惑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表決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個協商的話 那是不是在適當的範圍內 我們能夠有專業的 這個專屬的國會頻道 不是一件壞事 讓人民充裕的來參與 吳曉雄議員長您怎麼認為 我想跟委員做報告 對於國會頻道 這一個設置 用什麼樣的一個形式 來呈現 我個人是沒有特別意見 但是我剛才特別提到 從你的產出 從你的產出 跟你的內涵 要撥什麼 我看再立完就吵不停了 你光八個委員會 你要撥誰的 同步一個時間你要撥誰的 我一直跟各位報告過 很少所謂的部會 在委員會報告是在轉播的 大概都是撥管委員會 或是重大議案 像是投票 不信任案 或是總理 總統 歷領國會演說等等 大概是播這些 沒錯 很少播說 委員會質詢 我想我們評估報告裡面 寫得很詳細 必須要評 對 所以這個是要有一個 我們內部 那還有一個委員會 那還有一個委員會 同意的基金 對 所以各位我一直講說 我個人不是反對 是 因為我88年來歷任了所謂的公報上網 IVOD等等到整個沒有資訊處 我爭取的設立資訊處 再這樣我沒有理由不往前走 是是 所以我今天我個人 我剛才不斷一次在講 聽證跟調查 才能夠促使中華民國在台灣 行政效能提升跟國會的有效監督 是是 只有這樣 那你說你今天國會再怎麼樣 行政的立法效能 跟所謂國會也好 跟社會公民團體的溝通 我相信 現在不是所有的問題都丟到國會來 當然不是 變成是這樣 對 我是一個在這邊26年一個很感傷的時候 是是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 剛才尤委員也好 李委員 蔡委員幾個 詹委員 我都期待他們 能夠推動 所謂的聽證跟調查 那很多的議題 因為由此明年要改選 不管是不是政黨輪替 我想 這可以約束政黨也好 對政府跟人民是要始終如一的 是是 所以一個新的思維 不是因為你政黨輪替 而改變你對這個國家跟人民 沒錯 沒錯 所以謝謝民主長 我想您這樣子的經驗 的確 如果能夠的話 在各黨之間有共識之後 能夠 當然委員會不開放 本期是站在這樣的立場 是比較偏向 不要太過於把細索 但是如果是院會重要議題 乃至於其他的這個聽證 這種 那麼在我們國會專屬頻道 還是有機會來讓大家 當然 因為聽證跟調查 這個能夠不公開的不公開 可以公開的一定要讓全國民眾 這是一個知的權利 對 好不好 好 我想可以開放的一定要走開放 是 那因為那個過程可能是要一個 可能要隱秘 或是要適度採取手段 沒錯 還是要有一個規範 我想全世界都一樣 是是是 好 加油 謝謝